我现在想要利用母片 母片来一致性的设定 设定哪一种动画呢 设定哪一种动画 这一张要不要设任何的动画 答案是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张投影片通常是给别人直接看到的 对吧 就是当你今天去参加任何一个研讨会 或者是视讯会议的时候 当你走进来你一定会看一看 今天题目是什么 他如果在做动画 动画是不是要演讲者去操控 那个时候第一张投影片的画面 他是不做任何动画的 可是第二张 这个地方 他应该就可以开始做动画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一张做动画 这个标题做动画 那请问这个要不要也设动画 当然要 一致性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一致性的把每一张标题都是好 同一种动画 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 好 那 第一件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选最上面这一张 而是选这一张 因为这一张标题及物件的母片 它控制谁 控制刚刚那个第二页到第七页 第二页到第七页 好 这个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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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物件 动画 动画是不是在这边 动画 所以我们就选好动画 这边有非常多种动画 当然啦 这一定是新改版 新改版就加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动画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要用太复杂的动画 决定来说你今天你看一下这个飞入跟飘浮进入 我会觉得飘浮进入比较好 为什么呢 过大的 巨大的动画 跟那个一点点的一个动画 我会觉得会让那个听众观众比较那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太大的动画反而不好 好 所以建议各位哦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好 那选好这个飘浮进入 这边我们有一个方向 例如说从下面 对不起 向下 这边向下会比较好 因为向上的话 那会盖住一点点文字 然后再往上跑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向下浮动 就从上面这样跑下来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可不可以设 很慢 这边都可以控制 但是我比较不倾向建议你们设太慢 太慢的动画会让人家产生视觉疲劳 所以用预设就可以了 让别人看到这个动画效果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动画是不是已经设计好了 设计完毕之后呢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1 或者是一个编号 接下来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抹片要结束咯 所以是不是投影片抹片 关闭抹片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播放一下 播放这个按键 第一张不做任何动画 好 我切换到第二张 按一下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张最上面那个标题 是不是从上面往下浮动 好 接下来第三张 上面是不是标题字 好 按一下 它是不是从上面往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吗 每一张的标题字 都会是相同动画效果 用什么来去做到这件事 抹片